姜妹姜妹 姜姜姜 姜姜 早安 路腾还没起床 在家隔离 为什么还要戴着帽子呢? 当然是因为头发太乱了 好!我今天要分享 在隔离的第二天的时候 就收到李长佛 李干世送来的 关怀包 关怀包里面有什么呢?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沙琪嘛! 好怀念 牛肉面 泡面 还有冰包 这个是花生 最重要的 口罩 体温计 每天都要量体温 这是垃圾袋 我们的生活垃圾 要跟家里的人分开 我不能吃太多耶 可是好怀念喔 9月10号隔离完之后 9月11号要发专辑 然后我觉得歌手的宣传 比演员还要多很多 那我的眉毛 其实如果没有拔的话 通常就是杂眉 可是我很喜欢我的杂眉 但是常常有时候拍广告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我的杂眉没有精神 但其实我觉得我的杂眉是很有个性的 但是为了工作好 我还是来拔一下好了 一根 两根 每次我都好舍不得喔 好痛喔 每次我右边下面这边的毛 要拔的比左边还要多 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的眉毛 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 别人可能看不出来的高低落差 所以我右边下面要多拔一点 我突然想到 一个小技巧 好像要压着那个肉再拔 要不会痛 我刚忘记了 所以我刚这样悬空这样拔 好一点 其实拔眉毛还蛮疗愈的 有时候会不小心夹到自己的肉 穿 aware 啊 哦 好了 最近 我前段时间不是最近 我 不是办了一个翻唱比赛吗 然后我看到她 很多粉丝他们可能想要尽情的唱 所以呢就用了一个软体 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那就不会害羞了 就可以尽情的唱 然后我就发现 你们选的东西都好可爱哦 于是我就下载了 叫Snow 所以我现在是用这个软体在拍 我还不太会使用 所以我觉得我的光好像有点爆 太爆了 我还在学一下看怎么用 好了 下次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Love you Bye Dame Dame Dada Dada Dou Dou Dou